住屋大使馆发布包机通知时 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紧急通知 同志们 我刚刚接到了紧急通知 像我们这种在乌克兰的华人 可以凭借着中国的护照 包机回到我们的祖国 时间的截止日期是 2月27日的晚12点 现在我就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这两天的登机回国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 咱们中国的飞机 来接有护照的中国人回国了 可是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老婆 没有办法跟我一块 回到咱们的祖国 因为我的老婆是乌克兰人 她没有中国的护照 别害怕别害怕 咱们一定能够安全回到中国的 别害怕别害怕 哎 同胞们 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 我不可能为了我自己回国 为了我自己活命 而抛弃我的妻子和孩子 战争 永远遭罪的都是老百姓 我们渴望和平 我们渴望和平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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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